声音可以震破水晶碑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网络流传 俄罗斯南高音Vitas 在2000年的一场演唱会上 用惊人的海豚音震碎水晶碑 为了和Vitas较劲 班杰和五熊 使尽吃奶力气地唱 不过水晶碑完全无动于衷 要震碎水晶碑 必须要出现共震现象 物体有专属的自然频率 当外力频率和物体自然频率相同时 就会引发共震 让物体产生剧烈的震动 明白了道理 五熊唱出水晶碑的Key 再透过扩大机的帮忙 终于成功地震破了水晶碑 不过如果只靠人的声音 还是只有Key超准 被活量超大的职业歌手 才能办到哦